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1年1月10日,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家餐生,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除了来到大台《望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热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将一个齐抗疫评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这一节我们又想讲一下BNO祖家所发生的抗疫事件是失败的 现在一团租 哎呀,我现在替这个许智峰他们很担心了,是不是呢?社长 英国本来他们展开大规模做疫苗接种的计划 那本来那个计划呢,就是打完一针之后呢,三个星期之后就打第二针的 是 那现在呢,就在10日之前,就是新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改变计划 啊,计划改变了啊 是 不是,他们又不是postpone的,他们就改变计划呢,就是说 打完第一针的那些人,你等多一会儿先 等我们再帮多些人打第一针,接着才帮你补回第二针 嗯 那本来那些医生已经约好了,因为其实英国的治疗制度呢,就是 那些医生呢,就是GP, General Practitioner,就是家庭医生 那他呢,就会收到政府的补贴的,还有呢 嗯,就是你去看家庭医生,看死一个的嘛,通常都是 是啊 那看死一个的,就是不是看死,那个死字不是 就是看硬一个,就是看硬一个,就是看硬一个 是啊,看硬一个,就是看硬一个 就是他只是一个,是不是都是一个 那你需要登记的,就是你那个人是要登记的 你看开哪个,你要登记 那政府呢,就会撥款给那个家庭医生 那好了,那今次呢,就是政府呢 就想着呢,就给一千磅那些家庭医生呢 就叫他们取消了 现在暂时取消了,就是要,已经约好了 要打第二针的人的appointment 就是那些预约,那就先取消了 但是,现在都是很麻烦的,现在那些 打完第一针那些人呢,就开始,就是BNO 祖国的,主要是老人家,那条戏很不顺 搞错,打完第一针之后,又,本来三个星期 他打第二针,现在又要再等 那,他那个计划,为什么会改变呢 就是,因为呢,他现在想 越多人接种了第一针之后呢 就,可以,希望可以控制到的疫情 那他现在,就是那个 卫生部长呢,这个说法就是说 一千五百万人呢,应该呢 在二月中之前呢,就可以打了第一针了 那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现在他们打针的速度呢,都是非常慢的 那现在,就是打完第一针那些人呢 他们就要等十二个星期才可以打第二针 那到时那个效力还在呢 是不是? 现在他们,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数据怎么来 但是,卫生部那些人呢 就跟那些,BNO祖国那些人说 哇,如果你等久一点,打第二针 会更厉害的,就是更有效的 那其实呢,就是十日前 他突然之间改过计划呢 其实已经有一百,超过一百万人 是打了第一针的 也都预计了要打第二针的 那现在所有的GP都离得这么晚了 基本上要全部改过那些计划 全部要退遲 八个星期左右,就是退遲两个月 那现在就,政府就拿钱出来 打算可以解决问题啦 每个GP,啊,订一千元给你 啊,收爹,给我 给我,给我改完它 那现在就,啊,有些医生呢 那条气都不顺了 但病人那条气又不顺了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不开心 那,就是一千磅 其实就是帮不了那些什么的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是 不过没办法了,全部都跟着做了 他就,因为他们,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说政府可以订钱给那些人 那些叫做Primary Care Network 就是你如果跟那个GP註册了 在他那里看的话呢 他就是你的Primary Care 那他就,有政府津贴的 那现在就,那个英国的NHS 就会每个GP都订一千元 那有些GP呢 就不肯跟规矩做事 因为呢,他就说他们呢 才是抓人 那些医生就说 你政府叫我做都没办法 因为我是有Discretion 我认为那个病人 是需要先打个第二针的 这样 那,金毛庄的老爸呢 是但你啦 Stanley Stanley Johnson呢 他就 几天之前呢 就说他就来会打他第二针的嘛 那现在应该都可能没得打了 那现在呢,就 很烦了 就是这样一改一改呢 那些GP呢 可能他不肯 改那些 预约呢 可能是没有针被人打的 结果就是 因为呢 政府是可以不供针给他的嘛 这么坏的? 现在是 因为呢 因为呢 问题是这样的 最初那些 第二支针本来呢 就会送去他那些 家庭医生那里嘛 嗯 那好吧 你如果还是继续帮人打第二针的话呢 那他那些针的药呢 就会调给另外一个医生 就帮人打第一针的那些医生那里 所以呢 你不改预约呢 结果就不行的 就是迟些很可能呢 就是 所有 医生呢 都是硬硬都要 改完那个预约 因为他根本 不一定有针去帮人打 哇 好狠啊 是啊 那当然有很多医生就说 哇 那对病人来说 但没办法啊 因为 因为有些 就是GP他要打电话给 975个老人家 跟他说 喂 不好意思啊 你迟些再打 你等多 等多八个礼拜啦 被人骂到抽筋的 是啊 一千元就要做到一只狗 那没办法了 有些都是 硬都要做了 没办法 他到最后是不会有针的 因为那些针药呢 就是那些疫苗 是 卫生部负责分发的 嗯 那现在他改变了计划之后 结果大家到最后 都是要埋位做事 就是你反对还反对 结果都是反对无效 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 香港的 当然了 又会有人站出来 报纸那些 又说你废财啊 又成的 他还是突然改变的 他是没有预警的 是啊 他是没有预警的 他突然说 我们改变策略 最初打算打老人家先 不是啦 不是啦 越多人打第一针越好 这样 他改变了策略 那其实 如果你说 走去BNO那班人 走去BNO人 去到都不能打的 分分钟是 最后一批 最后一批打的了 给钱应该打的 我不知道 他们要自己想 就是许智峰那些 他要自己想办法 把币用卡又没卖 不知道怎样给钱 中囚 中囚打疫苗 那他不会的 我想 那有办法 为了 为了我们 我没有了条命 怎样和你们继续抗争 帮下手 麻烦 可能 可能英国有些黄人医生 但是 我想 不会 英国的医生 很精彩 他们有美 其实说真的 就是 这种做法 很多人都不认同 包括福奇医生 其实福奇都说 美国不会效仿这么做 因为其实 本来21日 就是3 但是你现在变成3个月才可以打 而且好像 绿粒乱 看到大家都是 有些人觉得可能会有反效果 会造成公共健康风险 而且有一个说法就是 甚至是想两个不同牌子的走出来一起打 是啊 这个就是 大英 BNO祖国 想到这样的绝世 就是 连福奇医生都很骂 你不要这样做 是啊 那个问题是 我觉得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们已经乱来了 就是已经 没办法了 BNO祖国 嗯 现在他们抓莊那帮人 是 不是很懂的 嗯 但是没有人可以教他们 他们人才背出 教一定听 好像仕头婆都还没打 仕头婆打了 仕头婆打了 刚刚说 打了 是啊 仕头婆刚刚打了 是啊 刚刚打了 3个小时之前 哈哈哈哈 那就是 仕头婆打了 那就可以了 和她老公都打了 起码都在做一个带头作用 这个3个小时之前的事 我没留意 因为我看这宗新闻的时候 是昨晚的事 原来3个小时之前 BBC已经说了 BBC新闻来的 仕头婆打了 很厉害的 是啊 是啊 我们这里也有 5个小时之前 我这边也说了 是 还很开心啊 仕头婆打完针之后 当然啦 你大把水 什么都不害怕 哈哈 其实又没什么好害怕 老实说 他打第二针 都没人知道 是 他们那些 上层建筑的人 就是他会先打第二针 意思是可以不用排队 那当然啦 我觉得是 每次都可能不用 真心地说 是 那权贵一向都有权力 权贵一向都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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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些黄影那样 哎呀 人家很公平的 哎呀 没有这回事 而且 那些 还有说回来 香港人 香港人其实连做白老鼠的资格都没有 是 还有这个 这个 美国 这个FDA 他都说 不应该在没有 进行二次临床的实验之下 改变这个打的方法 就是你现在 是都是打两针 但是你的时间 差那么远 由二十一天变成三个月 那会不会有些 是规定了超过的二十一天 会不会有些 觉得 你的政府是不是傻的 人家都没有批你 就自己来搞 就是金毛庄他做这件事 整个团队都是 非常之吃地球 是 他会 你先说 就是看一下以色列 现在已经有九成人打了 嗯 其实并不是说不行 是可以的 但是很奇怪 这个是统治力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 管治力量不行 就是那个 那个 文官系统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英国其实 那个 公务员体系 是拆烂了的 经过 大卓尔夫人 马卓安 那些人搞完之后 其实要做都没有人做的 那香港其实也是 有同类型的问题的 就是当然有些人说 哎 这些政府工那些人这么懒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 据我的了解 就是有很多人 在政府那里做事 根本上 做加班 加到不见天日 嗯 有很多都是 而且是 就是 除了人工高之外 其实生活过得并不好 嗯 是 那当然了 英国的 圣评这个 所谓首席卫生官 他都说 对于这个第一 和第二针之间的 时间 从二十一日 变到三个月 那他们都会辩误的 就是刚才社长讲的 他们的理由就是 必须确保 让可能多的人 符合接种的条件 就是他 还有呢 他说 现在 这样来说 可能是最有效的 因为打了第一针之后 因为 他们的理据就是 第一针都已经是有七成多 首先是 多于六成 那他可以压制了部分人 就是爆发十九先 他们这样 其实目前 连德国丹麦呢 都不敢做任何决定 因为 没有第二期 要等英国先 对啊 对啊 英国先做马老鼠先 就是他犧牲小岸 完成大案 不过其实英国人 反正他现在都不是欧盟的 又不用叫他救援的了 在德国 你又不是欧盟犯了什么事 还有金包庄这个人 这个人又是 又是想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 他没有说出来 但我现在我猜 他就是先用了这个策略 因为其实他自己都不够疫苗 如果出现了问题 立刻就叫人家的疫苗 去自己那里 不行 你要先救了英国人 因为我现在开始出问题了 我觉得有机会是这样 他做得出 他做得出 疫苗供应都紧张的 其实我觉得最后来看就是 其实就是不够 讲白了就是不够 未生产的够量 是 就是mRNA已经是比较容易生产 和量可以做得大的疫苗 但是都不够量 都不够量 那你说其他的那些 是不是就是量可以做得到呢 这个我是很 成疑 是 澳洲现在就说 是2月底就开始打了 那其实 我总就说 开始就是 每周就有8万个澳洲人可以接种 但是你知道我们买疫苗的速度 就比其他西方国家慢很多 和老定很多 其实我是悲观的 他的感觉 因为摩总他有方法的 他也有解释方法 因为我们这里的总理都用了这个解释方法 就是我们抗疫成功了 我们已经清了零了 我们是不需要疫苗的 你们其他人先打了 打完再找我们 澳洲现在都不算成功 我现在都在禁止 不过其实昆士兰算是这样的 你说雪尼和麦尼本都开始在按 数据 就是那些 那个增长数据 都是在平均的 他都可以这么说 但是 始终人都觉得打了是安全一些 就是放心一点 那我们就比较老定 就是摩总 第第头等大事 全澳洲头等大事 其实就是 都是贸易 但是贸易的话 我们之前只会说的 头等大事 就是怎么样 打开这个印度市场 不是跟中国不笨笨 打开才算 其实我现在都是很担心的 因为这里的疫苗 就是它来货道的时间太迟 还有这里呢 好像只是订了牛津和辉瑞 是这两种 究竟之后会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 其实 其实现在清零清得久的地方 而自己没有能力生产疫苗的地方 其实是很高风险的 当人家有了疫苗 你都没有打过的时候 那之后会怎么样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好像台湾都很老定 台湾他都说 我们清了零 不用那么快打的 我们这些疫苗 2021年的年中才会到的 我们没所谓 但是台湾都在爆了 都在爆了 小小规模在爆了 一定爆了 没得不爆了 因为那个变异的实在太强了 就是变异的 其实社区有 根本我一点都不出奇 觉得 澳洲爆了出来社区 或者 坤士南爆到社区都有 一个 我都觉得不出奇 我觉得出奇的是 它只是一个人有事 其他人没事 就是它是独家村来的 就是没有家人 所以其实你又证明了一件事 如果真的 就是台湾 就是传锋的 跟澳洲一样 又不给又不给出 那其实什么样会爆 一样会爆的 因为你 其实连 连冰冻食品 即急冻食品 都可能会惹到的话 那你什么都有可能 就是你不是 不是没有漏洞 就是这些漏洞 其实到处都有 就是有些人是用漏洞 去针对特区政府 其实就不公道 我认为 你做得几好都会有漏洞 那当然是说 那特区政府漏洞多 那 我坦白说 就是我不认为是这一样东西 就是香港的情况是 比其他地方都难做 是的 就是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学中国如何如何 看看 中国这么严密 现在都有第二波 很重要 是在局部范围 局部范围 其实都是没办法的 因为这个病 都是厉害的 真是深刻的 都是厉害的 是厉害的 还有你有检疫设施 都容易出事 为什么呢 就是你检疫设施 都要人做事的 那些人百分之百 是不会中招的 全部都是有风险要管理的 你只要一旦 那个漏洞大了一点 那么它就 就承虚而入了 这个病毒 还有 这个病毒很狡猾的 就是内地那些案子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潜伏期是长了 还有厌极都是阴性的 之前有一宗案子 我开一战来说 其实 其实 因为川普那件事 是搞到我们 本来想做抗疫的节目 都打乱了 其实之前做了一宗 就是在北京 有一个香港人 现在我们都去讲这一宗 就是有一个香港人 走到去成为了 北京很久都没有 确诊的第一人 就是新的确诊病人 是香港人 是经过了那些 检疫 就是14天过了 什么事都没有 最初我以为 接着之后 原来它是带菌的 是带病毒的 那你不知道的 这些是很难的 不是 就是那些人说到 那么容易做得到 或者那么完美的 内地的情况都是 其实大家都是困难 全世界都很难完美 因为你的病毒太厉害了 它突然间一变肿 你就已经疯了 是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多谢大家先 拜拜 拜拜